台北市一名一岁多的男童 因为母亲入肩无法照料 经社会局和儿福联盟 转介给留性保姆照顾 但去年12月间 男童突然送医生亡 生前疑似遭保姆凌虐 男徒家属的友人不舍表示 男童双手指甲全被拔光 同步有多出瘀傷 就连牙齿也脱落 甚至还被喂食搜水 目前全案北市地检署侦办中 家属友人指出 男童是被社会局儿福联盟 转介给该名涉案保姆 新北市社会局则表示 没有所谓强制出养情事 而盟也发声明致歉 表示遗憾 将配合调查并提供必要协助 强化保姆审查要件 与社工访试流程 而盟表示 该案去年九月脱育后 连三个月都前往访试 直到十二月 保姆称令明托育孩子生病 才改期 没想到月底就发生不幸消息 但同造合格保姆虐死事件 引发社会哗栏 靖券基金会认为 从保姆的选择 托育环境最终 时刻关心孩子生理与心理状态 都是不可忽视的重点 政府针对居家保姆 每年仅两次的访试 确实有优化空间 这个相关的管理强度是不足的 因为我们如果是保姆 他有定期的在收脱幼儿的话 其实就政府的一个管理来说 例行房市一年只要两次 徐亚人表示 等待收出养的孩子 政府更应该加强管理机制 落实把关强度 也希望房市人员在检查时 针对孩子安全 情绪 甚至是日常状况追踪 都能有更完善的配套 避免憾事再发生 原始新闻综合报道